行车这期拍下当时正在停等红灯 结果下一秒从右手边突然窜出一辆黑色轿车 直接推撞了一辆骑士之后 整个人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而骑士是被撞倒之后起身 连忙是回到这个车子这边想看什么回事 让他非常生气 气到是直接出拳垂向车窗 但事后了解这辆黑色轿车也是无辜的受害者 而地点发生在台南永康区的复兴路跟高速2街口 在12号下午4点多的时候 当时大家正在停等红灯 黑色轿车也是停止状态 结果被一辆后方的白色欧洲车 是直接撞击之下 导致黑色轿车往前推撞之后 又再撞到一名机车骑士 把人车整个都撞飞出去了 而警方事后询问才知道 原来驾驶是被撞到之后误踩油门 才会再连续的撞击前方的机车骑士 而三名驾驶都没有酒驾 但详细的肇事原因还要再进一步厘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